朋友们周末愉快 那么上周的大新闻呢 是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包围台湾岛 是在周三的5月23日出动的 而且是有史以来据说最为全方位 也是最近距离的包围台湾 所以当时呢 我是一直盯着习主席运筹帷帷幄的新动态 想做一个视频 可是我们的习主席 就在出兵的同一时间 他本人确实视频也被公布出来 结果呢 他正在山东日照海边散步的 看起来悠哉悠哉 视频显示 他主要做的事情 就是跟群众进行了好多日常交谈 几乎全不是尬量 很幸福的一队啊 导致实在没什么可聊的 我们频道无话可说 挖掘不出任何内容 那么怎么办呢 我就想 能不能去看一看习主席的书籍 然后用习主席的著作来做一期节目呢 我们都听说过 习主席是著作等身 出版了好多好多书的 虽然之前没有读过 那这次就上网搜了一下 阅读了一下习主席的书籍 习主席最著名的著作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结果 读了不到半个小时时间呢 我要承认 遭受到了好大痛苦 看不下去啊 总之是一种非常不愉快的读书体验 这种体验呢 貌似只有习主席的书能带给我们 那具体内容我们一会儿再细说 总之呢 最终我决定 今天小视频就从脑科学角度来聊一聊 读书原本应该是快乐的事 可是为什么偏偏习主席的书 让人这么痛苦呢 读习主席的书 为什么让人痛苦呢 要说这个问题呢 首先要先明白 通常读书为什么会快乐 我们需要先把这背后的脑科学基础 来解释明白 那要说这个问题 一般人会想当然的认为 读书的快乐 应该是人类独有的 跟人类丰富多彩的文化有关系 可是事实呢 貌似并不是这样 因为在多年之前就有研究表明 好多不识字的大猩猩猩猴 也会得到非常类似的快乐体验 那不识字怎么会有读书的快乐呢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如果扫描一下人脑 再扫描一下猩猩猩脑 会发现同一种快乐机制 这种快乐机制呢 是我们灵长类动物独有的 本质上呢 是发生在我们大脑前侧 叫做前头前叶的部分 它呢 是负责暂时保存信息的部分 那么如果这个区域 当下储存的记忆 或者储存的信息 能够保持较长时间的残留 能够残留一阵子 就能够神奇的调动多巴胺的分泌 就会有安宁又快乐的感受 就比如说人在读书的时候 一个一个的句子读进大脑 很明显一时半会儿是忘不掉的 这样比平时更多的信息 就会暂时的停留在大脑前方 这时候 如果你在有点兴趣 或者又勾起其他的什么记忆 那大脑前方储存的内容就更多了 这种状态 只要稍微持续一下 就会有快乐激素多巴胺分泌出来 这就是快乐的感受 而且就算你把书合上了 这份快乐还可以持续一阵子 这就是读书的快乐 那同样的对于猩猩猿猴之类呢 通过训练 同样也可以让更多的记忆 在他们大脑前侧 相对较长时间的残留 这时候也会检测到 同样的多巴胺分泌 就发现其中区别仅仅是程度的不同 你比如说 在我们人类大脑前方 虽然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但是平均算起来呢 可以做到四个不同的信息 或者四件事情 同时残留在大脑 而且呢 延续的时间 可以残存几个小时之久 可是对于猩猩 它们最多是两个不同信息 同时残存 最多呢 可以残留十几分钟 但是本质是没有区别的 只要出现了这种大脑现象 对于我们所有灵长类动物 是必然要伴随着多巴胺的奖赏机制 这应该就是老天呢 希望鼓励我们尽量不要变傻 尽量聪明一点 去应对这个世界的一个机制 那么以上呢 就是读书为什么会快乐的脑科学机制 很明显 这是世界上最高等的生活 最近才演化出来的现象 这种快乐 感受虽然很棒 可是同时也是最脆弱的一个大脑机制 需要好多外部条件 才能够维持下来 不是你想得到就能得到的 你比如说 就算读书机制的快乐开始了 你感到要成仙了 所谓理性的幸福 从此到手了 可是事实上就算运气好的话 几个小时之后 这份快乐就会消失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任何时间点 哪怕看一眼蜘蛛或者毒蛇 哪怕接受一点点异性刺激也好 或者上街电话来了也好 等等等等 任何刺激都可以轻松的 瞬间让一切快乐停止 立刻打断这份快乐 那么所谓读书的快乐 其实本质上是非常细致的 去维持多巴胺的浓度 一旦受到其他激素侵扰 多巴胺浓度变化 一切就变了 这是我们人体铁一样的规律 所以下面就可以进入今天的主题了 为什么读书主席的书 让人不快乐呢 那很显然 一般政治家的书并不是这样的 书主席著作确实与众不同 因为如果你打开书主席著作 不管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也好 习近平著作选读也好 就会发现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是别的书不具备的 那就是虽然是洋洋洒洒几十万字的书 可是你翻开任何一页 可以说任何一页都会发现 所有句子本质上都是同一个句实 全部是起始句啊 你看我先一翻呢 先看到要全力统筹推进四个全面 然后全面落实五国坚持 再一翻呢 要全面坚持党的领导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再一翻呢 要强化建设人才支撑 要坚持人民主体 要贯彻依法治国 要保障改善民生 要坚定不移落实国家安全观 要实现台湾统一 要坚持反腐 参与全球治理 可以说无穷无尽 总之呢 各种坚持各种贯彻落实 各种的必须局不放弃 全部是同样的起始局 这样的文章 谁看下来都会被整风的 总之呢 体验是非常痛苦 唉 按理说呢 不管你读小说也好 读脑科学也好 只要是读书 道理上都应该符合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灵长类大脑机制 原则上是应该得到快乐的 因为根据脑科学研究呢 刚才说过了 只要让更多内容 在大脑前测长时间残留 不久就会有多巴胺分明出来 那原则上 就可以得到读书的快乐 那习主席的书 内容看起来方方面面的 看起来比谁都全民 就算是不感兴趣 只要努力去记忆 慢慢地填满大脑 再长时间残留一下 多巴胺应该会出现的呀 为什么习主席的书 唯独就不一样呢 这背后的答案呢 其实就隐藏在 大脑多巴胺系统的 另一个神秘机制里面 这个机制呢 同样可以做到 让大量信息 在大脑前方残留 读习主席的书 其实就会调动这个机制 可是呢 这个机制 是刚才提到机制的 变异版本 是说呢 如果像刚才说的 在这个过程中 受到外部刺激 感受到失去治愈力的时候 一部分多巴胺分子 就会进入大脑的 轻斑核 轻微地改变一下 分子结构 虽然只是轻微地改变 可是名称呢 已经由多巴胺分子 变成了 副肾上腺素分子 二者分子结构 极其相似 而且二者同样可以完成 让大量信息 在大脑前侧 长期残留的功效 可是 结果上看 给人的感受 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这时候 已经不再是 纯粹的快乐 而会掺杂进来 大量的 比如紧张 抵触 还有不安之类的感受 这就是人类激素的 微妙之处 所谓快乐与不快乐 竟然是由分子结构 极其相似的 两种物质 制造出来的 所以可以说呢 这个独特的 大脑生理现象 或者说 读书也未必快乐的 大脑运行 心机制 被习主席著作实现了 其实句的狂轰烂炸 就算让人大脑兴奋 也得不到任何的快乐 反而让人痛苦 我们的视频呢 在聊到这个方向的时候 一般呢 是不能这么结束视频的 话还要继续 再往回捞一下 最终绕回到 赞美习主席的方向 我们再努力两分钟 从另一个角度 来看一看 习主席的 其实句大劝 虽然呢 给读者的感受 像刚才说的 并不好 但是 另一方面 这也揭露出了 我们习主席大脑的 一个结构特征 说明 在习主席大脑里面 长久不停兴奋着的 确实是这些内容 这个特征呢 其实意义重大 它就说明呢 习主席大脑 前头前夜外侧 常年在异常的兴奋着 因为 在人类大脑的前方 存在着两个 事不两立的区域 一个就是负责计划性 行为的区域 是前脑的外侧 一个呢 是冲动和灵感的区域 在大脑前方的内侧 那外侧 这个负责计划的区域 之前聊过一次 其实是人类身体中 所有部位中 最年轻的一个部位 进化出来 没有多少万年 一般人呢 只要一喝酒 全身上下 最先崩盘的 就是这个区域 相反 内侧的区域呢 是非常强大的 已经有上亿年历史了 不管怎么喝酒 都没有问题 反倒冲动起来呢 更加猛烈 所以对一般人来说 冲动的行为 总是压倒性的强大 因为内侧 总是在更多的时候 战胜外侧 冲动呢 会战胜计划和理性 这是人生的一种常态 可是呢 如果一个人 满脑袋里面 填满的东西 没有别的 像习主席这样 全部是应该如何 坚决如何 必须如何 一定要做到如何 全部是这种东西 这就说明 前头前夜 外侧的区域 或者计划行为的区域 保持着不正常的兴奋 那这样的大脑 大概率 是要压制住 人性冲动的 所以呢 虽然前面说 习主席的书 读起来很痛苦 可是从另个角度来看 就意味着习主席 绝非常忍 不管他文采如何 天赋如何 仅从脑科学来看 习主席 付出了巨大努力 长期地压制 前头前夜内侧 造就了非常罕见的 甚至可以说 相对畸形的大脑结构 但是 这样的努力 却让国家的行为 更加有计划 不冲动 这背后 都是因为习主席 这个相对不正常的 不快乐的 写出文章来 也最难读的大脑 所以呢 今天最终 还是赞美习主席一下